我還是必須保護我的家人 所以我接下來 我的粉絲團會停更 激動落下 男兒淚 臉書粉專 林北好友 版主林玉宏 日前在前立委黃國昌直播節目 談到收到恐嚇訊息 現在被推翻根本是自導自演 他就是發布恐嚇訊息的嫌犯 許哲兵 同時也是國民黨黨工 檢警二號持拘票歹人遭到收押 並在他手機搜出和林玉宏的對話記錄 警方追查發現 許哲兵利用BPN 將IP位置設在巴西 想因此躲避追查 但實際上他的人 就是在新北永和的這間咖啡廳 來發布恐嚇貼文 警方比對消費的發票 發洩和發恐怖文的時間吻合 我們分析了犯案的熱區 也就是咖啡廳附近的熱區 以及犯案的時段 在9月21 18點的時候 調閱相關的監視器 最後數定到嫌犯 原來許哲兵和林玉宏 兩人早就認識 許哲兵更打電話 和林玉宏討論 如何未造恐嚇訊息 以及曝光後怎麼脫身 許哲兵坦誠不會 更被搜出關鍵錄音檔 而林玉宏則在中秋連假時 已經出境 依照刑法誣告罪的規定 他是可以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他涉犯刑法誣告的部分 目前檢察官也正在偵查 那他林玉宏回國之後 也必須面對司法機關的追究 黃國昌也在臉書發文 表示有傳訊息 詢問林玉宏 對方僅回答是真的 對於這樣的行為斥責不可取 也已經將當天直播影片下架 林玉宏自導自野 後續恐怕也難逃行責 三星人大衛程序章雲 台北